大家好,第九場 星期日賽事第三場重頭是香港經典杯 以往打比預賽 首選方面,我就要了12號馬的起連旗星 這隻馬其實前一局,嘉應之星萬放那場 去到最後的百領馬才撻得著 真的可能是長途氣朵 你看海外賽職 跑到2,500,2030,也是很好的 連續打幾場都能贏得馬 可能是很準成的馬匹 看看上一場,350總場設,1月20日的賽事 這場前面分得很快 剛剛選了士通伯達也說這場跟得很急 士通伯達剛剛轉去谷草輸了 容下再說,先說這隻起連旗星 它是屬於前置馬,回到後 是入到圍的馬匹 你看裡面貼著的封銀筆 你先記住它吧 其實我再說 但回到後 那隻起連旗星還有兩咀鬥下 很好嘛 炸了步速 炸了磅位 蓋過了它 但其實回到後,你不是過得我好多 都是過多馬匹 這次排四檔起步 主要的對手放頭馬來計 就是童馬鳳的佳應之星 不知道會不會有第三隻會放在前面走 綠色有運 我相信都會留住 妙選大人都應該是手BOX式的馬 紅運戰士可能會是跟前那隻馬 這次是新加進來的 但是它不會和你鬥放的 這隻起連旗星 真的那個氣量級數 我相信上次已經告訴你 如果順港可以錯的 就好像很表面 但如果你計算上一次那段段速 我相信它有熱旗星氣量 我覺得這樣說不是很過份 再比對上一次的佳應之星 回到那幾步 如果兩隻馬來計算 似乎佳應之星好像真的 千八都真的有點敏敏的 但是你是怕今次一樣是慢步速 就是你要我要賣的意思 但是如果計算 那個步速形勢 又或者那個氣量要求來計算 其實我覺得是有力挑戰你的頂磅馬 意思是高分一點那些馬 所以呢 而且我覺得是慢慢推升的狀態 高等來教得時間表不錯 所以我先選了它 而另外幼馬達龍區 上一次我都選了它做首選 很多人都說它不是箭頭 又是一千六比較短一點 我當時就說它是可以用這個長度的氣量 就算是慢步速還是外疊走 結果它沒有做到 好了 看回這場經典一里賽 大龍區現在就在尾四位置 前面就是佳應之星 天滿二就是來蕩 佳應之星和這個好運多贏呢 就在前面享受著慢步速 妙算完大人都是在博士位置 一樣是 好了 其實大龍區 其實你有二千米的氣量 你中段那麼慢 你不如吃著momentum一路外檔上 結果裡面呢 不知道是不是主力來的 天滿二 一下就篩出去 蕩完位的大龍區被人搓完之後 衝下去又閃閃又閃閃地 濕散步運 但回來撲得最多就是它 而看看裡面的佳應之星 其實回來好像有點捱打的狀態 僅僅頂到第三 其實如果大龍區早些少發力 分分鐘以它追債 是有權過這隻佳應之星的了 所以這次大龍區換人 又好辦事 也是一個檔位 比起那隻天滿二 又調一調轉了 上次一隻外檔一隻內檔 又調轉了 箭頭換人 會不會這場是打鼻孖寶呢 大龍旋防他的五檔 會在裡面困擾 所以我退了一格 擺前走的喜靈騎星擺頭 而佳應之星 我相信呢 看完上一場 他的氣量 希望可以逐漸養成 因為他在海外 真的跑到1600米左右 上一次 都被那隻初上來的 蕩蕩人過了 其實真的有點失望 不過我真的覺得這場 可能是沒什麼快馬 比他這麼慢 四十一對 來晚放的話 會繼續入一直 所以要回他 而他的狀態 又的確比頭兩場 是好的 就是這樣 而第四選 好好馬 幕後都沒有想過 一直可以這樣推上來 相信會拿到打鼻入場卷 我就這樣看 有些馬可能真的 去到這個時間 拿到入場卷 就真的流力 而好好馬 會不會先拿守衛強 拿到這場 打鼻入場卷 呢 用蘇少斐 我相信 他一定放在這裡 他真的在 剩下的那堆馬 裡面 是爆得很強 後勁的馬 所以 今次 我 繼續放在第四選 博他 繼續追 在後上馬 所以 第九場 這場的經典盃 香港經典盃 選了12號喜連騎星 1號大龍區 4號家應知星 和10號好馬 打鼻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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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鼻入場